欢迎大家收看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议会支持内塔尼亚胡拒绝巴勒斯坦国的立场 中国的王毅结束了打破欧洲对美国依赖的访问行程 阿曼外交部长呼吁召开紧急和平会议 印度和红海纠纷 美国在联合国法庭上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议会支持内塔尼亚胡拒绝巴勒斯坦国的立场 半岛电视台 尽管国际社会呼吁重新启动巴勒斯坦国建设的谈判 以色列议员投票否决了任何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提议 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公开反对巴勒斯坦国 并将自己视为其建立的堡垒 自2014年 以色列拒绝接受一个包括所有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国家以来 关于巴勒斯坦国建设的谈判一直没有进行 巴勒斯坦外交事务和侨民部谴责了这次投票 指责以色列通过占领他们的领土来扣押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 中国的王毅结束了打破欧洲对美国依赖的访问行程 日经亚洲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完成对德国 西班牙和法国的访问 作为中国努力减少欧洲对美国依赖的一部分 王毅强调了振兴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呼吁美国解除对中国公司的制裁 在法国 王毅会见了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 后者表示希望与中国合作 王毅对欧洲的访问凸显了北京方面 在对经济安全形势下美欧联盟的担忧中 对与该地区关系的优先考虑 阿曼外交部长呼吁召开紧急和平会议 经济学人 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尔布萨伊迪 呼吁召开一次有关巴勒斯坦的紧急国际会议 类似于1991年的马德里和平会议 阿尔布萨伊迪认为 如果没有巴勒斯坦国家 该地区将继续陷入暴力循环 而作为一个民族解放运动 哈马斯无法被跟除 他还强调与所有行动者 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等非国家行动者的接触的重要性 阿尔布萨伊迪建议 会议应该旨在让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并谈判达成全面的两国解决方案 印度和鸿海纠纷 外交官 最近胡塞武装组织在鸿海对商船发动的袭击激增 导致油价飙升 保险成本增加 并且航运交通不得不绕道 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 美国一直在打击胡塞武装 但由于不想与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直接冲突 美国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 印度与伊朗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可能在解决危机中发挥一定作用 另一方面 中国则是此为一个机会 既可以在该地区扮演安全提供者的角色 又可以减少美国的影响力 印度海军正在进行的多国军事演习 米兰2024旨在增加参与海军之间的合作和团结 以对胡塞武装构成威慑 美国在联合国法庭上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拜登和内塔尼亚湖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 华盛顿邮报 美国在海牙的一次听证会上支持以色列 国际法院正在考虑该国对约旦河西岸 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控制权 美国官员警告称 如果咨询意见不考虑以色列的安全需求 可能会阻碍和平努力 美国仍然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 但在与加沙的战争加剧之际 其支持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另外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安南批评以色列最近的空袭 违反了黎巴嫩的主权 海利的竞选 对于共和党的女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对于特朗普来说更为重要 半岛电视台 尼基·哈利·密基·黑利 竞选2024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提名 被视为历史性的一次 因为她是在男性主导的竞争激烈的领域中的 最后一位女性 哈利挑战了备受欢迎的唐纳德 特朗普 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以较大的优势领先她 尽管哈利不太可能获胜 但她发誓要继续参选 学者们认为她的竞选活动 将女性在选举政治中更接近政治平等 哈利将自己定位为特朗普混乱的平静替代品 在批评她时采取了中立立场 然而 她的政策提议在实质上与特朗普的并无太大差异 在处理她的性别和印度血统时 她走了一条窄路 因为共和党在改变方面进展缓慢 她利用自己作为共和党总统竞选中罕见的女性的角色 但并未将性别描绘为优点 哈利利用有性别特征的形象来提升男性特质 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坚强强硬的候选人 特朗普对哈利的攻击表明她的支持者中 存在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需求 她使用贬低的语言并散布关于哈利的阴谋论 但尽管受到攻击 哈利还是进行了反击 并发起了全国妇女支持尼基联盟以激励选民 尽管她的竞选活动可能为时已晚 但她在竞选中的持久力代表了一个传统上 由白人男性主导的政党的历史性里程碑 俄罗斯表示已向非洲国家交付了20万吨谷物 CNN 俄罗斯已向六个非洲国家运送了20万吨谷物 作为其向非洲派遣人道主义援助的承诺的一部分 这些谷物已被运往布基纳法索 厄利特里亚 马里 索马里 中非共和国和津巴布韦 俄罗斯向非洲运送谷物的举动 是在联合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一项协议破裂之后进行的 该协议允许乌克兰谷物出口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两年战争导致非洲出现谷物短缺 许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进口 加沙地带还会再次举行选举吗 外交政策 巴勒斯坦人民已经超过15年没有选举了 恢复巴勒斯坦的民主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目前的政治体系太过紧张 无法进行选举 但没有哈马斯的真正选举是不可能的 而以色列不会容忍哈马斯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需要一个新政府来运作 但其政治体系已经拓裂 以色列的极右翼联盟 更喜欢一个没有明确民主领导人的分裂巴勒斯坦社区 恢复巴勒斯坦的民主对于持久和平至关重要 但障碍重重 PA需要巴勒斯坦人民的授权 以色列的合作和安全保证 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作为任何协议的可能调节者 美国需要朝着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迈进 已经提出了各种计划 如埃及提出的停火和新选举计划 以及阿拉伯国家提出的 承认巴勒斯坦国家的更广泛联盟计划 然而 这些计划受到了怀疑 并且没有明确的路径来调和法塔赫和哈马斯的不兼容立场 加沙迫切需要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 但目前的可能性很可能失败 加沙可能最终由西方捐助国的联盟管理 同时 以色列的封锁仍在继续 以色列政府还需要促进任何选举 因为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 被广泛认为是中立 独立和有能力的 美国警告盟友 俄罗斯可能在今年将核武器送入轨道 纽约时报 美国情报机构已经警告其欧洲盟友 俄罗斯可能在今年发射核武器进入轨道 然而 俄罗斯也有可能发射一个无害的假弹头进入轨道 以在西方国家中引起不确定性 美国情报官员已经为他们的北约和亚洲盟友 进行了机密简报 告知他们这一情况 情报机构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计划存在分歧 普京本人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表示 俄罗斯一直反对在太空中部署核武器 美国告诉国际法院 不应要求以色列立即结束占领 半岛电视台 美国告诉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不应在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 命令以色列军队无条件撤离巴勒斯坦领土 国际法院将在本周听取 大约50个国家对以色列占领的法律后果的 非约束性意见问题提出的论点 加沙对足球 巴西 以色列和一段爱恨交织的关系 半岛电视台 巴西已召回其助以色列大使 并拒绝撤回有关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言论 以色列政府称 这些言论是反犹太主义的 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巴西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平民和基础设施的袭击 巴西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开支持加沙停火 并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 然而 巴西和以色列的关系过去一直紧张 特别是在2014年加沙战争期间 巴西批评以色列的行动 并召回其大使进行外交谈判 在时评短缺的情况下 加沙的人们正在伏击援助车队 纽约时报 据纽约时报报道 加沙地带的一些绝望的平民 经常袭击援助车队 试图偷取食品供应 自去年以色列入侵以来 食品短缺已成为该地区的一个重大问题 该地区的一些地方面临饥饿 西方官员匿名表示 这些袭击是由一些与哈马斯无关的加沙人组织的 部分原因是执法机构的崩溃 加沙警方拒绝保护车队 因为他们担心由于与哈马斯的关联 而成为以色列的目标 外交官表示 足够的食物已经到达与埃及边境 以防止饥荒 但问题在于将食物分发到 拉法赫以南的其他地区 并与以色列军方协调安全通道 援助组织表示 在以色列完全控制的加沙北部 以色列经常阻止进入加沙市 及其周边地区 以色列政府表示 援助组织没有与他们密切协调他们的车队 而且由于持续战斗 不能满足所有进入请求 联合国应该再次迁回加利福尼亚 外交政策 作者认为 联合国应该考虑将总部从纽约牵制旧金山 联合国目前面临着许多挑战 被视为衰败 冲突和困扰的机构 将总部牵制加利福尼亚 将象征着联合国的复兴 并有助于解决对欧洲的结构性偏见 太平洋地区在人口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越来越重要 牵制旧金山将使联合国处于世界中心 此外 加利福尼亚州非常适合举办重大国际会议 并拥有美国最大的拉丁裔和亚洲裔人口 以及最大的科技娱乐和农业产业 然而 需要考虑到许多挑战 包括成本 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疏远 以及是否应该将联合国设在美国的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作者认为 牵移联合国总部将是一种戏剧性和切实的变革迹象 以及对恢复该机构创始理念的承诺 习近平追求无需民主的自我治理 外交官 中国正在探索创新的治理方法 而不是实施西式民主选举 其中一种方法是 复兴上世纪60年代起源的风桥经验 该经验侧重于通过社区调解和自我调解解决地方纠纷 这种方法在中国独特的政治框架内 实现了问责和公众满意度 风桥经验已经在中国各地的基层治理模式中 得到了改编和实施 突出了多部门合作和数字平台的使用 这些改编反映了风桥模式 在应对现代治理挑战方面的灵活和创新应用 然而 全国范围内实施风桥经验存在潜在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纠纷管理缺乏标准化标准 依赖主观判断 以及可能被不合格人员滥用的风险 此外 在欠发达地区复制风桥模式的成功 可能会面临挑战 总体而言 中国治理工作中实施调解技术 需要政策的灵活性 创新性和适应性 法国范蒂冈和泛亚洲的欧洲议会传教士性侵丑闻 外交官 法国天主教主教吉尔 雷霆格因法国传教士在亚洲的性虐待指控而辞职 这些指控在2023年9月由法国24台发布的纪录片 战耳欲聋的《沉默》中详细描述 在纪录片中 日本的一名法国神父菲利普承认 多年前与雷霆格发生了性关系 另一位传教士卡米尔声称 他曾报告过法国神父在泰国犯下的多起性虐待指控 但雷霆格未能进行适当的调查 雷霆格还被指控没有报告他的前任乔治·科伦主教 涉嫌的性虐待行为 法国主教会议发布了一份声明 暗示雷霆格辞职是因为健康问题 而法国媒体透露他现在住在一家四星级温泉酒店 法国政府和梵蒂冈与雷霆格有密切关联 因为法国政府任命并支付东北法国的天主教神志人员的薪水 而雷霆格的主教任命是由梵蒂冈第二重要人物 彼得罗·帕罗林书记主持的 巴黎外方传教会MEP是雷霆格在2021年之前负责的天主教传教组织 价值至少15亿欧元 该组织在多个国家拥有财产 并在股市上投资了数亿欧元 MEP还向天主教媒体机构捐赠了大量资金 这可能解释了这些机构 对涉及法国传教士的丑闻报道的犹豫 MEP去年宣布聘请一家英国咨询公司 协助审查其档案并准备一份报告 但至今未发布报告 也未提供多少信息 解决危机的责任在于梵蒂冈 因为MEP受到罗马传教部的机构监督 法国当局也必须履行责任 为受害者提供举报渠道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以色列议会支持内塔尼亚湖 拒绝巴勒斯坦国的立场 这并不奇怪 以色列一直强调自己的安全需求 并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国的建立 但这也导致了长期的僵局 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结束了对欧洲的访问 这是中国努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一部分 中国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并呼吁美国解除对中国公司的制裁 这次访问凸显了中国 在应对美欧联盟的经济安全形势中的担忧 阿曼外交部长呼吁召开紧急和平会议 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阿曼认为 如果没有巴勒斯坦国家 该地区将继续陷入暴力循环 这次会议应该旨在让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并谈判达成全面的两国解决方案 印度和鸿海之间的纠纷 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 胡塞武装组织对商船发动袭击 导致油价飙升 航运交通受阻 印度和中国都希望在这个地区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美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起 拜登和内塔尼亚户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 美国支持以色列在联合国法庭上的立场 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这场争议可能会对美伊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尼基 哈利·尼奇·黑利竞选2024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提名 这是对共和党女性的一次重大突破 但她面临着来自特朗普的强大竞争 哈利试图在特朗普的混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她的政策与特朗普并无太大差异 她的竞选活动代表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但她面临着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的攻击 俄罗斯向非洲国家交付了20万吨穀物 作为对乌克兰战争的回应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导致非洲出现穀物短缺 许多国家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进口 巴勒斯坦人民已经超过15年没有选举了 恢复巴勒斯坦的民主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需要一个新政府来运作 但目前的政治体系无法进行选举 恢复巴勒斯坦的民主对于持久和平至关重要 但面临许多挑战 美国情报机构警告其欧洲盟友 俄罗斯可能在今年发射核武器进入轨道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些指控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 最后 法国天主教主教吉尔雷霆格因法国传教士 在亚洲的性灭代指控而辞职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丑闻 涉及到法国和范蒂冈的高层人物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能够通过幽默轻松的方式 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些重要的事件 现在我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